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罪名还是受贿 虽然都是都堂 乌尔古代和阿敦有本质的区别 他还有另外两个更重要的身份 一 他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嫡女 芒古尔泰的亲姐姐 大名鼎鼎的 芒古记 二 乌尔古代的父亲是女真哈达布贝勒孟格部落 哈达布曾长期是女真第一大部落 被吞并之后 在巴西铁骑中仍有大量的救部 这是一个在皇室 政界 军队三大领域都有庞大影响力的男人 打击这样的人 幕后一定是一个比他还要牛逼的人 这一次 毫不例外 他就是大贝勒戴善 1623年6月戴善40岁 这个男人被弟弟皇太极 先挖去了三个儿子的墙角后 又接连被通奸案 说拖头敌案整得眼眸惊心 两人是苦大仇深 在第一时间得知乌尔古代受贿的事情 以及赃款的去向之后 戴善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把消息透露给了另外一个人 此人正值虎狼之年 戴善相信 这个人一定能做到他想做到的事情 该月 乌尔古代被捕 审理案件的是第二多堂阿布泰 阿布泰一上马 立马发挥了小事化大的原则 开始对乌尔古代穷追猛打 对乌尔古代受贿十两黄金的结果 阿布泰不是很关心 他关心的是受贿的过程 因为乌尔古代牵出了一连串的名字 贝勒月托 贝勒吉尔哈朗 贝勒德格类 大贝勒皇太吉 乌尔古代一生经历两次亡国 对危险的感知异于常人 在拿到十两黄金之后 他立刻嗅到了危险 于是 他第一时间找了皇太吉 月托 吉尔哈朗等人 皇太吉也觉得其中有诈 表示大家做个见证 把金子留下 且看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 然而 谁曾想 背后的鬼还没揪出来 皇太吉先被揪出去一顿批斗 于是这群安逸作证的人 统统变成了鬼 阿布泰紧紧的抓住了这一点 尚书努尔哈赤 连着在场四位贝勒一起弹劾 说他们对大汉部中 俄尔德尼事件 他们一伙 乌尔古代事件 他们又是一伙 最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 乌尔古代的事件和俄尔德尼事件 同一个团伙 同一个性质 别忘了 俄尔德尼可是当场被杀 阿布泰杀气腾腾 就差一个杀字脱口而出 这份弹劾一下子点燃了 努尔哈赤刚刚消下去的怒火 他紧急召集涉案的四个贝勒 脱口就骂 这一次 语气之重 用词之凶 把黄太极吓得胆缠心惊 这顿骂 截取三句话 我们感受下努尔哈赤那凶残的火力 而欲为憨忽 而知贤明何在 何其余也 骂完黄太极 努尔哈赤又骂月托 吉尔哈朗 德格类 用词也很激烈 僭越行事 谗言交悟 什么难听解什么骂 这下 彻底白热化了 当年 楚英被杀 努尔哈赤 骂得也没有那么凶残 这一次 然而 再次出人意料的是 努尔哈赤在大发雷霆之后 居然又重麻轻放 再一次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 乌尔古代只得了个降级的处分 四位贝勒更是毫发无伤 雷声大 雨点小 风格换得太快 众人有点不适应 尤其是主审的阿布泰 杀气腾腾地去 和和平亭的龟 实在不好向上级交代 阿布泰很烦 努尔哈赤更烦 他们的烦恼 出自于同一个人 那个戴善寄予厚望 对黄太极屠刀避陷的人 三代大妃阿巴亥 除了第二兜堂 阿布泰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阿巴亥的亲弟弟 阿几格 多尔滚 多多的亲舅舅 多敌又凭空杀出了另外一股势力 努尔哈赤头痛欲裂 他吊打了黄太极 又蹦出了个阿巴亥 人生是如此的艰难 奈何老婆儿子 一个比一个如狼似虎 阿巴亥和黄太极 已经图穷底线 旁边还有戴善 阿米 芒古尔太虎 是单单 如之奈何 苦大仇深的努尔哈赤 开始迷恋上了一种业余的运动 这种运动十分有特色 正常人一辈子 可能也就玩个几次 但郁闷的努尔哈赤 一年就要玩个至少四五次 每一次都玩得惊天动地 鬼哭神嚎 这项运动 我们并不陌生 叫哭粉 努尔哈赤一辈子死了太多的亲人 可以哭的对象很多 但他哭得十分专一 只哭五大臣 1620年到1624年 连着五年 五大臣死了个精光 努尔哈赤心痛之下 更生出了一种无边的孤寂 每逢五大臣的忌日 他都要去哭 哭完一个哭下一个 一哭就没完没了地哭 谁也拦不住 边哭还边喊 你们走了 谁来给我送终啊 努尔哈赤的这种哭法 搞得儿子们十分尴尬 你看我今天杀戏那么重 被你这么一斗 你说我多尴尬 1626年4月 努尔哈赤自赶时日无多 做了人生最后一个决定 把嫡系部队 两黄旗正式交给阿巴亥系 阿几格 多尔滚 一人一半瓜分湘黄旗 多夺统领正黄旗的一半 努尔哈赤相信 平衡可以换来和平 戴善阵营 阿敏阵营 芒古尔泰阵营 皇太极阵营 阿巴亥阵营 五方千志 愿谁也无法一家独大 安排好这一切 1626年6月24日 努尔哈赤召集朱贝勒 召开了人生最后一个军政会议 会上 努尔哈赤苦口婆心地劝说各大山头 那一刻 他几乎挖出了毕生所学 从商量到刘裕 从副说到百里希 隶数了创业 守业和立业的艰难 看到子侄们似乎若有所得 努尔哈赤终于开始了最后的演讲 他相信 他的肺腑之言 一定能让子孙们陆力同心 继承大业 努尔哈赤颁出的是尧顺 他用尧顺以德让贤的故事 告诫朱贝勒 要用博大的胸怀面对继承人的问题 说完 他还加了一句近乎恳求的话 今后我将再也不管国事 你们做好这些事情 让我心中的郁节释怀 可以吗 1626年8月11日 努尔哈赤因被生独居死于距离沈阳四世里的遗迹堡 当时的形势 和努尔哈赤的死相比 更重要的是他临死前的动作 单独召见阿巴亥 以努尔哈赤晚年的种种动作来看 他心目中的接班人 绝对不可能是黄太极 更不可能是戴善 芒古尔泰 早在1623年 努尔哈赤就公布了一套相当超前 非常民主 十分浪漫 但根本不可能执行的继承人制度 连齐志 连齐志明确规定 国军由朱贝勒共同推选 但有两个硬性条件 第一 非力强者 第二 能受剑者 再加上努尔哈赤前脚刚刚吊打完黄太极 后脚就疯狂负爱泛滥 捧着狄子多多 使劲往天上赛 多多七岁做和朔俄贞 十岁元旦赫里 就位列帝国第七 而同年十二岁的多尔滚 甚至连名单都挤不上 十三岁多多做和朔贝勒 十五岁做正皇旗储备旗主 简直逆天了 更令人遐想万分的是 蒙古 女贞 契丹等族和咱们汉人不一样 人家更习惯的操作是 狄幼子继承制 回头再看看努尔哈赤临死单独召见阿巴赫的动作 然而 连旗帜一出 后经上下灯是一片哗然 意见最大的就是掌权的几个大贝勒 按照国军非力强者这个选拔标准 他们在继承人问题上 直接被判了死刑 更重要的是 于是 这群被判了死刑的人 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夺敌夜 罕见地结成了同盟 吉尔哈朗连夜搭线阿明和黄太极 双方当场勾兑 在默认阿明效仿明朝 愿做藩王的条件后 阿明表示全力支持黄太极 另一边 萨哈连和月托连夜苦劝戴善 戴善从萨哈连和月托那坚定的语气中 彻底明白了黄太极的意图 大卫 老子夺定了 作为交换 戴哥你占据拥力手工 你儿子月托 萨哈连占据拥力次工 合作 便是满门荣耀 不合作 便是父子决裂 兄弟向杀 戴善知道了黄太极的决心 而黄太极也给戴善留下了 几乎不可能拒绝的条件 这一刻 两位斗了半辈子的兄弟 心领神会 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遗志 天亮后 基本搞定朱贝勒大臣会议的黄太极 迎来了和手握先皇遗诏的阿巴亥之间的终极对决 让阿巴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还没打出先皇遗诏的牌 黄太极居然提前在朱贝勒大臣会议里 打出了一招先皇遗愿 就在大火唾液横飞地苦劝黄太极继位的档口 黄太极却突然一反常态 坚决不从 众人刚开始以为他在演戏 十分配合 什么辱须带立 什么生气先帝圣兴 什么才得惯事 简直恨不得来一段 反正复明 皇上景阳之心 有如偷偷攻击 推来推去 推了半天 黄太极裤子都脱了 就是软绵绵起不来 大火无奈 只能继续撩拨 就在这时 黄太极忽然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表示 先帝尸骨未寒 应以怨为重 说完黄太极继续抹眼泪 先帝曾有一言 我死之后 必令大妃阿巴亥殉葬 似无终 必令之训 大局已定 阿巴亥这份投名状 说什么也不能再犹豫了 众贝勒纷纷站出来 表示 却有此事 于是一场议政会议 变成了一场杀人会议 阿巴亥气急之下 一时雨色 他看了看死去的 努尔哈赤观果 又看了看气势汹汹的朱贝勒 最后他又看了看年仅 十七岁的多尔滚和 十五岁的多多 这一刻 阿巴亥万念俱焚 明白大势已去 阿巴亥妥协了 作为母亲 他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却无论如何 不敢拉上三个 示弱珍宝的儿子 这也是他迟疑 不敢率先发难的原因 却同样让他一物战机 兵败如山道 阿巴亥默默的命人更衣 换上了大妃的正装 他要用他的死 换取儿子的生 这是一场悲惨的政治交易 临死的阿巴亥近乎哀求 我自愿去地下陪伴先皇 多尔滚 多多年岁上小 希望你们尽心抚养 当恩养之 在老爹去世的第二天 皇太极决地逆袭 摧毁了努尔哈赤所有的继承人布局